早前和AV男优大战兮功的东京二丁木同志酒吧老板拓野哥靠着出声入话的口气在台湾爆红 25日他在台举办小型记者会 现场挤满媒体和粉丝 只见他露出招牌的粉红脸颊以及不断言嘴害羞的娇笑 但回答问题时却是各种来者不拒 甚至自己把话题朝着显示的方向引 现场主办方还特意送上一碗五星级牛肉面让他展现西功魅力 不过这对于拓野哥来说 显然太过小菜一碟 他不经自曝望求登上荧幕发挥技能 拓野哥这次来台 阵仗不小 又许多日本友人也随他而来 晚间在展演空间 还有粉丝见面和庆功宴 经此一系列活动 相信要想吸引AV片商 跑出橄榄枝并非难事